在紫禁城里 这个小院并不起眼 却是中州县外最受欢迎的景区 紫雍正以后 历代亲帝的卧室 就坐落在这个有些局促的院落里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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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光绪皇帝和他的后妃们正候在门外 每天清晨,皇帝率领后妃向太后请安 是紫禁城几百年不变的规矩 新婚不久后的一次请安 慈离和光绪进行了别有深意的对话 慈离太后韩笑问 皇上,皇上,皇上有哪里来的?皇帝回答说,有养心殿 有养心殿来,经过中思门吗? 是,知道中思门的来历吗? 这个儿子听师父说过,不过儿子不努力,知道的不清楚,还要请皇爸爸指教 为什么叫中思门呢?说熊的大炸猛名中思 一振动翅膀鸣叫起来,好多慈炸猛就来了 每个都给他生九十九个孩子 先皇就是盼望我们家族兴旺啊 太后说完,用眼睛看看光绪,也看看荣誉 脸上已经没有先前的笑容了 地后诗和在宫中是尽人皆知的秘密 对于慈禧选的皇后 光绪几乎从未亲近过 慈禧为了巩固权力而抛出的红线 前回的却是一对陌路夫妻 紫禁城重重高墙将十二座公园与外界隔离开来 他们位置东西对称,外观大通小异 像两叶一样,依望着中轴线上的后三宫 其间生活着皇帝的女人们 他们或许万千宠爱急于一身 或许独守苦灯寂寞一生 其命运完全在于后宫里唯一的男人是否垂青自己 皇帝如何召姓嫔妃 民间一直流传着太监托妃的说法 说是把妃子包裹在被子中 由太监托到皇帝寝宫 真实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每天午后 皇帝进晚膳的时候 所有嫔妃来到养心殿后院的宴席堂 静静等候 因为晚膳之后 皇帝将亲手揭开困扰后宫嫔妃整整一天的悬念 这些刻着嫔妃名字的绿头签 等待着皇帝的选择 皇帝的手决定了与哪个女人共度今夜 清朝皇帝中 光绪的嫔妃最少 只有一后二妃 而贵为后宫之首的皇后 并不在绿头签被选之列 龙玉皇后经常住在 养心殿光绪寝宫东侧的体顺堂 只是 这对感情冷漠的夫妻 几乎从未真正生活在一起 在后宫的竞争中 真妃轻易就占得了上风 宫里的规矩 无论多么受宠的嫔妃 都不能整夜陪侍皇帝 但照姓之后 嫔妃也不必再回到自己的寝宫 而是就近在养心殿皇帝卧室的隔壁休息 养心殿旁的宴席堂西微房 事实上就变成了真妃的第二座寝宫 弃心的光绪 命人在这间屋里多设一个账漫 一幅板帘一席大路 对于他们的爱情而言 这是一段转瞬即逝的黄金时期